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我们介绍 批植的观念 这是台大农经所的考题 那有两题,我们来看看一篇题目的内容 题目说,请以图解的方式 说明下列叙述是否正确 什么正确呢? 就是说批植欲大,欲有可能拒绝虚无假设H0 好,我们先把H0先列出来 假设H0是 好,等于 那我们挑选的是双维检定好了 那么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 就是 假设它是小样本,没关系 我们用T 这个P值的意思是什么 这是我们T0是代表的是临界值 P值的意思是代表的是 这一块面积 也就是说,如果P值愈大 那么我们的临界值会越往中心靠近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的α值都是0.05 假设0.05,α值在这边 那么这是我们的临界值的话 我们P值越大 代表的是 越接受H0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内容 P值愈大,越有可能拒绝虚无假设H0 那是错的 不对 这是错误的 应该说 P值愈大 怎么样 越有可能 这个地方改掉 接受 P值指的是 这一块 P值愈大 越靠近中心 P值愈小 越离开中心 也就是越有可能拒绝 所以这个P值要把它改掉的话 要改成什么 欲小 以这个叙述而言 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题目 某白米厂的白米 标示重量是3公斤 经销商进货是1000包 全部进货1000包 抽了49包 现在我们看看 这就是有限母体的题目 这是有限母体了 有限母体的话呢 我们做题目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已经给我们了一个限制了 用抽的方式 就代表的是取后不放回了 不是无限母体了 样本平均数告诉我们是 X bar是2.95 标准差是0.38 现在我们用α式在0.05的前提之下 我们要用P值法来检定 经销商是否接受这批白米 那么我们先写出它的这个叫做 虚无假设以及对立假设 H0我们标示重量是μ是3公斤 我们先说它是3公斤 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会拒绝它呢 当然是不足3公斤 我们才拒绝 如果说它标示重量3公斤 还是3公斤以上的话 我们就没有话说了 所以我们什么情况之下拒绝呢 小于3的情况之下拒绝 好的那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资料 这个资料的话呢 大N有大N 大N是多少 1000 抽取的数量是小N 小N是几 49 那么X bar是多少 X bar是2.95 那么S是0.38 好那现在我们 这是大样本还是小样本呢 这个是大样本超过30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Z Z值 现在拒绝的是单位 所以是在左尾这个地方 左尾的位置 这边显著水准0.05 我们应该知道 这边是0.05的话呢 这边应该是多少 单位来说的话呢 这边是 临界值应该是 负的 Z值是负的 1点 这不是1.96 这是1.645 如果同学的话呢 知道 做的经验够多的话呢 这一直接就写了 如果说是双尾0.05 那就是1.96 如果说是单位的 0.05 我们做的很多了 都是1.645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 所测出来的统计量 应该要怎么做 Z 等于 X bar 减掉μ 这个地方 如果说正常来说 应该是 S除以多少 根号N 这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是 S的平方 是这样子的 可是因为它是 有限的母体 所以我们这边 还要再补上一个 它的修正项 修正项 这边是 N-1 这边是 N-小N 那么我们把它算一下 上面那个是 2.95 这边是 减3 这是 S平方 的话呢 是 因为标准差是 0.3的 我们就直接就 移出来了 这边是 0.38 这边是 根号49 就直接写 7了嘛 这边是 根号 这是多少呢 大N是 1000 1000-49 那就是 951 这边是 N-1 就是999 这个我们计算机 要按一下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这个计算机 上面是 2.95 的话 这边是 负的 05 那底下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底下是 0.0529 好 那么 我们算一下 这个值 算这个值 然后我们去查表 我们来看看 结论是什么 这个结论 我们算一下 0.945 这边是 0.945 0.945的位置 是在 负的 它在这边 这边是 0 这边是 负的 0.945 它的这个 批值 已经是 很大了 而且它在 靠中间 它的批值 绝对是 批值怎么样呢 是 大于 0.05 所以 我们 拒不拒绝呢 是否 接受 接受 也就是说 这个题目的话呢 是 结论 不显著 我们 经过了 这次的 检定来说的话 我们没有 足够的证据 去拒绝 这一批货 是说 它是 远低于 三公斤 所以我们 这个是 接受了 它的 这个 H0